上上千!是联赛决赛女排完美比过两竞敌,争冠仍有戏。 伴随着中国女排1-3不敌土耳其,中国女排也正式结束了失联赛第五个周期的比赛,随后中国女排姑娘们也将从斯图加特直接回到国内,与北京的郎岛带领了另一部分国手会合,迎接6月27日的失联赛总决赛。 而在今天,国际排联也供不了总决赛的分组,其中中国女排最终完美错过了,美国和萨尔维亚女排这两个竞敌,而凭借东道主优势,与巴西和荷兰女排分在了一个小组。 可以说,这样的分组安排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显然是一个上上千。 虽然在失联赛小组赛中,中国女排也分别输给小组内的巴西和荷兰,但显然中国女排并不占下风。 在江门战队阵巴西地的比赛中,中国女排几乎与巴西平分秋色,尤其是在进攻端的表现,更是力压巴西。 遗憾的是在这场比赛中,中国女排接应位置出现了问题,两名接应五局比赛才砍下棋分,而这也成了中国女排输球的主要原因。 不过目前伴随着龚翔宇的状态复苏以及曾春蕾的回归,相信巴西女排对于中国队来说,威胁并不大。 在斯图加特战,中国女排大部分主力跟随狼稿回到北京,进行针对性的训练,而安指导带领的这支对阵荷兰的女排,其实仅仅只能算中国女排二队而已,但即便如此中国女排姑娘们依旧打出了不错的表现。 虽然最终一致三不敌对手,但通过输掉的三局的比分来看,荷兰均是险胜中国女排,假如中国主力悉数登场,相信对阵荷兰也并非男士。 综上我们也不难看出,在这个小组中,中国女排显然占据一定的优势,全主力出战拿下小组投名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 而对于另外一组,显然就目前的实力和状态来看,美国更胜一筹,所以一旦中国女排小组投名的话,那么贞观对手很可能会是美国。 在江门战队这美国的比赛中,中国女排零至三遭对手零封,而在首发阵容方面,中国女排也基本排出了现有的最强阵容。 但是在比赛中,中国女排面对高快打法的美国女排,丝毫没有办法,即便是中国女排的王牌朱婷,在面对对手的快节奏下,她也有些无所适从。 再加上二传和自由人的短板,可以说美国显然已经成了中国女排的最大克星。 不过,对着美国中国女排也并非没有办法,假如张常宁能够付出的话,中国女排将会在王口方面优势变大,同时在德国战的比赛中,刁李宇的二传表现非常出色,而在十联赛的小组赛中,朗导可以重点考察一下,假如能够顶住巴西女排的进攻的话, 他将成为中国女排的一个骑兵。 此外,在接应方面龚翔宇和曾春蕾,可以按需轮换出战,龚翔宇在防守方面更加出色,而曾春蕾则在德芬当面更强一些。 这也就是说,假如张常宁能够付出,中国女排三大核心朱元璋齐上阵,将会对球队的王口优势,进攻得分能力和异传方面有很大的提升, 再加上接应位置曾春蕾和龚翔宇的保障,以及自由人方面林立的稳定表现,可以说中国女排对着美国女排并非没有机会。